各位学员大家好 上节课我们介绍了上传漏洞的整体情况 这节课我们就要从漏洞开始讲起 希望大家在观看视频的同时 能够进行总结与记录 这节课就要讲解IS的写前线漏洞 漏洞的成因 在服务器配置不当的时候 可能上传文件的页面都不需要 就可以实现文件上传功能 一般都是htgpp的方法 当然web服务器默认是不开启p的方法的 出现该漏洞的主要原因是 网站管理员对服务器的错误配置 常见的主要就是管理员错误的 打开了IS服务器的webDNA功能 而且没有开启全线验证 导致可以p的文件到服务器上 再利用服务器的解析漏洞 或者webDIV的move方法 将上传的带有恶意代码的普通文件后缀 就表现可以执行的文件后缀 从而运行恶意代码 当然网络上已经有了利用工具 利用手段也是十分简单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IS的管理器 我们看到第三个web服务扩展 其中有一个我们已经开启了webDIV允许 这就是漏洞成因 漏洞的验证 主要是检测是否开启了put,move,copy等等方法 我们这里使用的是bubusWid 漏洞的利用 就是从写前线到文件上传 第一步就是put一个txt文件到服务器上 第二步是把文件move成IS可以解析的交换文件 如ISP,这边就是网络上已经有人写好的一款工具 ISWrite 那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 这是我在虚拟线上搭建的一个服务器 IOS6.0了 已经开启了webDIV 可以跟服务器看一下 管理工具 还是管理器 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打开了webDIV 而其他没有进行任何设计 当然这是IOS写呈现 那么网站 这边肯定要勾上写入 也需要勾上脚本资源访问 我现在来通过boopSuite来验证一下 这个打开 不过boopSuite需要加货环境 打开比较慢 开一下代理 放到repeat options 就是选项的意思 可以看出它发送之后 这边可以支持的有哪些方法 copy move put delete方法 这些都是支持的 说明那么 那么说明就是存在 IS写呈现漏洞的 接下来我们利用这款已经写好的工具来利用一下 这边我们刚才说了第一步是put 用txt文件到服务器上 第二步就是move文件 接下来我们来实验一下 我们写一下 hypt 负责一个文件 选中txt文件 内容就是这个一句话目嘛 然后我们提交 2011 correct 那就是上传成功了 我们可以到服务器上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刚才上传的put过来的一个1.txt文件 现在再来看一下 move 它这边是move xshort.isp 我们来提交数据包 2011 correct 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 刚才的1.txt 刚才的test.txt 已经变成了short.isp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short.isp 已经上传到服务器上 我们通过热讯器来看一下 我们通过热讯器来看一下 我们来拼一下 看能不能拼通 是可以拼通的 这边也可以打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常说的一句话目码已经上传成功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连接 现在这里不进行演示 我们只是进行漏洞的说明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课再见